任谁也想不到 曾经那个即使站在舞台中心 都会被无情忽视的小透明 如今已经成了内与阴宗 打破头皮争相邀请的香伯伯 得周身者得天下 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各大阴宗 心照不宣的秘密 周身到底有何魔力 竟能成为熟视率的保证 这个视频我就带大家一口气看完 周身那无与伦比的阴宗十大神奇现场 天籁之声一出 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 九年前初登中国好声音舞台 周身感动了全国观众 除了那个女人 对不起周身 我喜欢李维 只要你倾静一弦 这女孩唱起来 只要你的观念 旁边唱将猜猜猜猜 绝对是为周身两身定作 只听声音的节目规则 让周身直接杀疯 我们的歌舞台之上 空灵永远的周身 邂逅了温暖治愈的李克勤 魏伦比的情深深组合一炮而红 爱是秘密不如天地初开的时候 那一线前红的玫瑰 爱是她的风尘往船就谁知音味 爱过的人梦说后悔 爱是一生一世一字一字的轮回 不管在东南和西北 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 交流情人才不能够说才会 爱在央视你好生活舞台 靠着一举戏腔 将这个没落百年的流派 重新推向了主流 一个生活分享类节目 愣是被扮成了演唱会 近期收官的舞台2023节目 录制现场以贵为导师的周身 现场指导学员 随意的开想也成了一段 让人难以忘怀的经典 就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 我被虚毒了的青春 也许还能活过来 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 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 就让我陪她恋完这场爱 只求新话终于盛开 就没有别的期待 等梦完醒来 再去收拾残骸 早年的歌手舞台 被音乐耽误的凡一家周身 用一首寂静四座的 外语歌震撼全场 生身综艺至今最经典的一幕 诞生于直通春晚舞台 原本只剩来打辅助的周身 开桑就惊呆了现场评委 意向苛刻的春晚导演组 实无前例地为周身打开了后门 周身 你没有考虑上春晚吗 乐队的夏天录制现场 此时的周身 每一个舞台都是享受 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曲风 使周身不能拿捏的 就像有了场中的蜜 就像是飘零在风中的真爱 我们如此相遇 我们如此分离 在天赐的声音三现场 周身与张绍涵双剑合并 共同夺取了年度天赐金曲桂冠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化 无从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 指尖的樱花如是泄水的烧花 疯狂的热爱夹带着纹鸦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 即使在飞银宗的跑男现场 周身也能凭着自己的甜爱之声 让现场嘉宾寒毛之力 周身舞灯腾讯音乐财报 且成为首个且唯一舞灯歌手 这个有点牛 不过实至名归 近期在腾讯音乐Q3财报上的内容中 两次提到了周身 一次为携手周身打造出道九周年 深深感谢你线下演唱会 用户反响强烈 开票及授请 另一次是QQ音乐上线了 以周杰伦、周身、时代少年团等 艺人音乐作品为主题的 三十余场猜歌挑战赛 芒果新鱼都忍不住转发了相关动态 直呼首个且唯一舞灯财报的 国民歌手周身厉害 简单一句话也再次见证了周身的实力 以及受欢迎的程度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你喜欢周身的哪首歌曲呢 欢迎留言评论 订阅我 我们明天见 啊 一种存在 心向未来徘徊 落日黄昏 最后一律阳光将黑夜撕开 直到黎明到来 是哪一种存在 心向未来 落日黄昏 最后一律阳光将黑夜撕开 直到黎明到来 落日黄昏 最后一律阳光将黑夜撕开 现在 未来 时间之后 就 就